天章 在政协正式開幕前 都會舉行新聞發布會 會場內逼滿記者 會議開始時,記者增相舉手發問 再由現場的翻譯員即時翻譯 然後發現人回答 整個會議歷時大約2小時 會議結束後,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子媒體 都會即時做直播 第十二屆全國政協會議在開幕前 全體人員起立,就起國歌 會議開始期間,所有委員和記者 都會就工作報告記下重點 以便記者在會後追訪他們的目標人物 在人民大會堂內會分為三層 最低層是給委員 中間層是給電子傳媒 最高層是給平面媒體 記者按照自己兩會採訪證上的編號 去回相應的層數就座 現在政協就在裏面 裏面開一本 我們現在就在人民大會堂裡面 下面就是俗稱大茶樓的地方 Hello 這個就是我們珠海的同學 三個 可以見到其實會場的保安都很嚴密 都是要經過這些通道 還有很多保安人員守住的 現在我們就準備進去這個記者會 首先就是要去記者簽證署這邊 就簽到先的 同時是政協委員 又是前美國NBA球星的姚明 在北京國際飯店召開記者會 全國政協第12個議事會議 在今天3月3日下午大概4點半左右 正式在人民大會堂完結 各傳媒機構蜂擁而上採訪委員 有多名港區政協委員開會之後 回應記者問及有關2017年普選問題 慢點慢點 來來來來 慢點慢點 這個要發 中央政府是堅定不宜地支持香港 實行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反對聲音 或者是有些的 比如他們認為不符合基本法 他們就沒有提出來 哪些不符合 我們現在身處在梅地亞中心 入得來的記者都要經過保安而密的安檢 除了在新聞發布中心之外 亦都是記者休息的地方 為記者提供不同的查點 而報警板身後 就為了記者提供不同的電子器材 在梅地亞中心地下上來一層 就是我們記者要首先到步的地方 我們分了做外國記者組 港澳房記者組 和境內的記者組 希望記者可以以更快的時間 拿到他們所需要的人大和政協兩會記者證 有三個原則 有三個原則 有政協在裏面 一個政改可以得以成功 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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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中心的歡迎 下次再來吧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再見